三天连续假期,气温冷嗖嗖 热乡垃圾和干部落发展协会 特别为部落文件站的老人家们提前围炉迎接2021许年到来 尤其以共同种植的蔬食野菜为食材围炉 新鲜好吃又健康 老人家们是吃得进军有味 社区发展协会也期盼新的一年 每一位老大人们都能够踊跃到站共餐同了 天气冷嗖嗖,桌上美味香气 随着炉火滚滚飘散开来 老人长着围炉屈寒 身心脾胃,全身暖乎乎 个个吃得幸福又满足 有,好吃的谢谢 有那个猪肉 好吃又温暖哦 好吃这个白菜哦 好吃 日日香拉吉哈根部落发展协会 特别为部落文件站的老人长辈 会提前围炉来迎行送救 尤其以文件站开心农场里 所种植的蔬食野菜当围炉食材 新鲜好吃又健康 美味老人长者吃的是津津有味 很好哦 刚才很好 很好哦 哇 啊公哥吃得很饱 吃了会不会很冷啦 现在不会了哦 会啊 这个就不会冷了 社区发展协会也期盼新年一年 每位老人长者都能踊跃到战 共餐同乐 因为我们文件站是今年第一次开办 那所以我们的文件站的长者都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在年中岁末的时候 办一个围炉团圆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一起团圆围炉 然后聊聊自己的心事 然后讲讲自己的新年的新希望 那也彼此鼓励 那明年的文件站能够更好 更上一千楼 开展第一年的垃圾哈干部落文件站 虽为新站 但在部落发展协会 计划负责人与造福员的努力之下 109年度考核拿下了假等实属不易 部落长者也予有荣烟 协会也期勉 新的一年能争取更多资源 落实政府长召政策 让部落长辈健康快乐的老下去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好